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 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的公眾講座 我們今天的講題 是前粉嶺裁判法院的活化再利用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總監 鍾偉廉先生 擔任我們的講者 鍾生現在是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總監 他擁有15年青年工作 和社會服務的管理經驗 同時負責清協會員和義工策略的發展 鍾生本身也有豐富的督道經驗 包括機構策劃、人才發展、專業從書、出版等等 除此之外 鍾生也熱衷於參與公共事務 在不同的組織 推廣義工精神、運輸和房屋政策 中醫藥發展等等提供意見 我們講回今天的主題 前粉嶺裁判法院興建於1960年 而是一年之後 即是1961年正式啟用 是新界建立的第一個裁判法院 近年來都多次被搬上大銀摩 在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之下 活化前粉嶺裁判法院項目 在2012年展開 經過保育和優化設計之後 成為香港首間智力培訓本地青年的領袖學院 中山今天將會為大家介紹領袖學院活化概念 以及形成一些宗旨和模式 現在事不宜遲 我將時間交給中山 有請中山 謝謝主持 謝謝現場和線上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鍾偉廉 William 是清協的督道主任 剛才主持也介紹了 我負責的項目包括了領袖發展 也包括了清協會員和義工發展的策略 事實上我和四至六月這幾場講座的專家 有些不同 我看回資料 很多都是來自環境、建築、歷史文化的專家 但我自己的專業是社會服務、青年工作 不過我覺得大會邀請我來 我亦都很開心 盡我所知的 關於整個歷史活化建築 和學院 我們叫做前粉嶺裁判法院的一些前線後的歷史 都盡我所知 亦都盡同事的資料搜集和大家分享 所以在今天 除了我自己之外 亦都有兩位朋友 我都邀請了一起來 包括了我們文化博物大使 很資深的大使Emily 我也想請大家給他一些掌聲 以及負責我們學院對外事務的Emily 我另一位同事 我今天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大家聽完我說 可能很悶一個多小時的講座之後 明天或者往後的時間 親身去我們位於粉嶺馬會道302號的 這個活化歷史建築裡參觀一下 這是我今天最大的目的 但是在講我們的活化計劃之前 亦都容讓我介紹一下 我們清協香港青年協會 我們是1960年成立的 所以到今天已經是63歲了 和我們一陣介紹的歷史建築 都有少少在時間上的淵源 清協我想大家比較印象深刻 一定是我們的橙餅 亦都可能會比較熟知 就是我們在地區的一些青年工作 但是我們都算是全港其中一個最具規模 也是最大的青年組織 我們的宗旨一定是培養年輕人 得志體群美 或者用我們近年的說法就是 全建發展 all round wellness 伴隨著年輕人一起成長 亦都希望他們成為 關心香港國家世界的未來領袖 這個亦都很簡單 清協我們的宗旨就是 有你需要 如果有你需要的youth 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說我們看每一個年輕人 其實都是獨特的 有他的需要 亦都有他的長處 他可能是一個領袖 他可能是演說很厲害 或者是stamp 或者是藝術很厲害 但是每個年輕人的成長 我們都希望清協可以是扮演一個 積極陪伴著他們的一個角色 除了我們今天會說 我們有個領袖學院 固自然就是我們的領袖服務 領袖培訓 其實清協還有另外11個 我們叫core services 剛才所提到的 我們最港為人熟知 應該是青年空間 就是我們在全港各區 有21個青少年中心 我們有學校 有其他的輔導服務 駐校社工 出版等等 今天就不詳細說 不過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上去我們香港青年協會的網站 或者用剛才所說的 我們一些在地區裡面的中心 去多點了解我們各方面的服務 說回今天我們的主題 領袖學院 也是我們叫做 前粉嶺裁判法院 今天我的分享環繞這四個方面 第一就是法院的誕生 第二嘗試 盡我所能 從一個建築的角度 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當然 看照片 倒不如明天 或者之後 真的去到我們現場參觀 或者參與我們的導賞 繼而就是說 我們想活化 就是說我們把原先有的 建築歷史文化特色 融合我們對於領袖訓練 或者領袖學院的理解 怎樣會有一些 crossover 或者是特色的元素呢 最後就是 也想藉著這個機會 介紹一下我們 在訓練學院的場地裡面 或者以外 全香港 我們怎樣做 領袖培訓的工作 好 關於這個學院的誕生 籠統一點說 我想在未有學院之前 我們的理解 在新界 去處理一些 所謂糾紛 或者一些問題 交給什麼去解決呢 可能一般情況下 都是在圍村裡面 在一個祠堂當中 就是由這個 所謂 長老 可能是村長 或者是 太公 去幫忙做一些 仲裁 或者是一些 處理糾紛的條庭 但是 隨著 我們理解到 在戰後 那個 人口的急劇發展 或者是 人口多了 可能有些問題了 有些法律的爭拗出現了 政府也看見這個問題 所以陸陸續續 在四零年代 五零年代 乃至我們現在說 在六十年代 看到 在香港九龍新界 其實都有 設立這個裁判法院的需要 大家看到 圖片 應該上面那個 其實都很熟悉的 一會兒講解的時間也跟我們有些淵源 就是在深水埗的北九龍裁判法院 另外一個看到的應該就是在中西區那邊的裁判法院 所以在那個六零年代的時間 就是剛才Emily也提醒我 我們有四個裁判法院先後在港九新界設立 而剛才提到跟清協有一些淵源就是 我們六零年代清協就成立 這個粉嶺前裁判法院就在六零年的時候開始建造 1961年第三季九月二日開學日之後那一天 就到他正式啟用了 大家看到那個新聞圖片就在正式啟用之前 大概我想一個禮拜 就是二十五號一個星期五來的 就說我們明天就會正式有一個開幕的儀式 在九月二日之前的那個禮拜 大概是八月二十六號 時任的案冊師 就是相等於今天我們叫做CJ 首席大法官 當時的前任的當時的案冊師 何謹著士就是幫這個學院 那時候不是學院 幫這個法院就是開幕的 那學院我們自己都有一個開幕的 那當然就是很後來之後 就已經說是近年 2019年的3月31號就是開幕了 那在這裡說到 其實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去參觀 我們有兩個名字的 這兩個名字不是說中文名和英文名 而是大家在這裡看到 就是樓上有一個名字 接著那個屋頂 接著那個門口的正中間有一個同字的名字 首先就是剛才說六一年 剛才那個報道也有提到 就是新界裁判處 那所以就是在說 當時香港九龍新界 新界裏面去處理大大小小的案件 就是坐落在粉嶺的我們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所謂的中心 那及後呢 就是隨著時代的發展 就是人越來越多 發審的案件越來越複雜 那也都隨著那個都市的發展 其實在荃灣沙田屯門等地 都陸續有一些新的法院 那所以我們那個新界裁判處 在去到80年代的時候 其實除了有它的那個叫做裁判處的那個名字之外 也可以說是加了一個叫做粉嶺地方法院 也是大家看到在那個屋頂上面的那個名字 那後期其實試過有一段時間 就是在我們接收的時間 那個新界裁判處的那個名字 其實是拔走了的 那為了在那個活化的過程 都讓大家知道其實 那個名字的由來也都有些演變 那到我們在大概二零一幾年 一直的活化過程裡面 我們都加上一些 就是以前原本有的歷史的元素 那在講解的時候 我們的導賞員 包括Emily在內 就會很詳細幫大家說回 就是一直的歷史的演變 那看看建築 這個大家看到我們的外觀 當然拍照的那位攝影師哥哥 都很有功力 但實際上去到現場都是很漂亮的 我想我和我的同事 每天一上班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雖然工作繁忙 但可以在一個這麼漂亮的辦公室 去辦公其實都是一件賞心樂事 那所謂的簡約古典主義 我想概括一點來說 它既有古典建築的那種美感 但是那些線條也是簡約利落的 所以大家看到 無論是用色 或者是那些儲糧 甚至是窗 還有用到一些所謂的紅啡色 一些長磚 整件事的感覺是美觀 而且是簡約的 大家看到這個 在60年代 我想工匠 設計 或者建築師 都相當有心事 甚至乎我們擺在今天 可能覺得 因為隨著我們到處去旅行 看得很多歐洲 西歐的建築很漂亮 但試想像在60年代 周圍的環境 滄海桑田 可能旁邊都是一些矮的建築 甚至乎我們初進去的時候 都問過街坊 以前是魚塘 周邊是田 可以想像一個這樣的建築 在那個時候 真的挺有一種氣派和宏偉的感覺 在世界各地 可能差不多時期的一些建築 看上去也挺相似的 一些參考 一般我們看的 這一類簡約的古典主義建築 都是在一些院校 或者政府建築物 都是比較常見的 如果大家明天好天 明天就可以去了 但接下來 在我們每一天開放的時候 有機會進去參觀 都希望大家可以仔細留意一下 由它的門 它的樓梯級 入到大堂的地板 一磚一瓦 其實都是很仔細的 今天來說 可能我們有時的建築 手工都比較粗糙 但大家如果看到 它地板的花崗岩 那些階梯 或者那些水磨石磚 甚至乎在樓梯那裡 一塊塊那些很小的階磚 我們現在說很多工匠的精神 當時的階磚 是非常漂亮的 用手工 甚至彎位都是人手一粒粒砌 基本上我們接收的時候 按當時同事的說法 那些階磚是完好無缺的 所以真是一個很好的 保留到的歷史的建築原貌 我們基本上都可以 到今天六十幾年之後 我們都可以繼續向公眾呈現 另外這個其實都是打卡位 一會兒會給大家看一些打卡的照片 這個就是 以前大家進不去的 因為是法官才可以享用 或者是使用的一個走廊 圖片這裡就看得不清楚 但是你會看到遠處一道門 其實就是通向法庭 而在大家看到 可能相片叫做左手邊 其實是有一個法官的辦公室 即是說 他從辦公室離開了房門 走出去就可以享受一下陽光 和新鮮的空氣 但是到他審案的時候 然後也有一條法官的專屬通道 可以進到法院那裡辦公 這個我們俗稱叫做女兒場 據我們的認知 這個說法可能在說 就是我們中國有一些建築裡面 大家歸秀 如果他要留在家裡 捉不出戶 其實家裡也會有一個較為 就是明亮的窗戶 讓他可以看出去 大概有一個這樣的意思 到今天我們 剛才主持也有說過 這個屬於一個 活化歷史建築的夥伴計劃 我們大概在2012、2013左右的時間 屬於第三期的時候 就是得到發展局的支持 我們就拿了這個項目 也都讓清協 由我們以前是比較在一個小的地方 小的規模 去做我們領袖培訓中心 到我們有自己一個很好的 很漂亮的場地 活化這個法院 成為香港第一所的領袖學院 我們都很希望將領袖培訓 或者青年工作 和活化歷史建築 有些混合和混合 大家看到 就是我們室內的平面圖 這裡展示的都是原先的用途 譬如審案 故自然要在懲教院 透過籌車 壓送犯人到場地 所以大家看到的 這個左邊 左上角的位置 籌車停泊處 就真的把整部車停泊下去 落回閘 才能壓送犯人 剛才大家看到的 這個是我們接收的時候 當然燈火沒有那麼通明 也需要一些收復 另外右邊大家看到的 就是要罰款 你故自然要繳費 所以有一個 帳戶公司 也有一個 其實不是一個 有四個的拘留室 我們叫做 Gel Cell 一會兒大家都看到 原子保育 和活化了的籌室 這個分別和用途 又會在今天是怎樣的 剛才也介紹過 那個叫做 女兒場的走廊 裁判官專屬用 另外就有一號二號法庭 大家看到二號法庭 也是我們保留了的 一個原貌在這裏 活化過程當然 都經過一些年月 活化之後 加上我們燈光 各樣東西的效果 都是非常漂亮的 當然一直都要做好 保護維護的工作 當然不單止是舊的建築 亦都加了一些新的元素 或者新的青年的元素 在裏面 大家看到 就是屬於我們地下大堂 如果大家進去 就是靠左邊 我們有一個 青年創作在裏面 一個可以說是壁畫 裏面有法院的歷史 亦都有我們 清協過往二十三年 做領袖培訓的 一些所謂用藝術 用畫作去做一些展映 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大家隱約在學院 外面一點 在那一撇 即是壁畫 那一撇下面 看到一個法官 那個法官 大家說的名字一定認識 就是楊貴良爵士 亦都是回歸前第一任的 華人首席案查詩 據楊貴良所說 因為楊貴良 其實都是我們稱協的負贊助人 楊貴良 大家聽電台 還聽到他 有時候說楊貴良的英文順相 其實他也是很支持我們青年工作 尤其是領袖培訓的工作 所以在以前 他都經常會去到領袖學院 甚至乎我們沒有領袖學院 之前我們領袖發展中心 就是教練青人 尤其是學生領袖 就是英文和參卓麗儀 楊貴良在這幅畫上 正正是因為他在60年代的時候 他初出道的時候 其實都在這個裁判法院工作過 據他所說 活化之後的大堂 除了大家可以來休息來參觀 我們也和政府不同的部門 甚至藝術團體合作 這裏大家看到 應該是我們戴口罩 應該是疫情 就是過去幾年 有一些藝術朋友 藝術團體的一些表演 甚至乎 接下來我們適當時 都會公佈一些音樂 展覽 開放日 都會歡迎公眾來參觀 剛才提到的那個 囚車 連同車 連同反壓進來的地方 活化之後 其實都挺好用的 雖然那個地方 大概是這裡的三分之一 但是 拿來做一些電影的欣賞 放映 其實都是很適合的 同事也很有創意 我的團隊也很年輕 所以 如果是一個這麼文青的地方 不如又做一些Art Tech 就是藝術結合科技的元素 所以是很漂亮的 試過有一年的開放日 我們做了現在大家 仍然看到的那種很有藝術 很打卡的效果 如果我記憶沒有錯 當時我們就是一個裝置 那些波波不同顏色的點點 其實各自代表著一個領袖特質 譬如是說empathy 同理心 和尊重 那些年輕人選擇他 認為最重要的領袖特質 選擇完之後 就會投射在螢光幕上 所以那幅畫 或者藝術創作 本身也有他的意思 是當時的期間限定 也就是我們用到學院的範圍 包括大家看到囚車停泊柱 其實是有一些叫做混合實境 mixed reality的技術 其實是做到一些團隊訓練的遊戲 這個法院風雲 就是說大家的小組 戴上的眼鏡 有一些的器材 其實是可以有一個解難破案的遊戲 大家一起去玩的 就是怎樣透過團隊合作 找到破案的關鍵 完成一個任務 我們都用到它 因為法院有處理案件的歷史背景 或者這個實際的一個建築用途 去設計一些我們說領袖 也好說團隊合作 這樣的活動 就讓年輕人和公眾可以去參與 剛才說到等候審判之前 有一個拘留室 事實上它本身是有四個的 所以在活化的過程 我們是原子保留了 大家看到下面 就是很灰白色的 一個的原貌在這裡 其中一個是原子保留的 另外三個就活化了之後 大家看到上面 那些拘留室的支架依然存在 但是就變成我們可以說是一些活動室 或者會議室 甚至乎我們其中一個 因為有四個前的拘留室 一個就是大家現在看到 就是原子保留 左下角的 但是右手邊 圖片鑰匙的另外三個就變成了會議室 或者是我們叫做多用圖 多功能的室 右上角那個 就是年輕人或者一些同學 很喜歡打機 其實某些 如果現場有家長就不一定打機不好的 有某些遊戲其實都很考團隊合作 所以設計到好像一個打機的房間 其實我們同時專門選了一些 能夠鍛鍊年輕人團隊協作的電子遊戲 就在那個房間裡面以一個團隊 譬如如果是一個學校的場景 就很多時候有些學生會 有一些社或者是private team 大家可以一起在那裡 透過輕鬆一些玩的方式 但是訓練大家的默契和團隊協作的能力 我們那個裁判處 故自然有法庭 其中一個我們叫做二號法庭 活化之後 就成為了真正打卡的一個熱點 尤其是打卡的熱點 除了法官的位置可以坐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犯人欄 甚至乎在另一個 我想不久都會再開放 就是在剛才提到深水埗 那個叫做北九龍的裁判法院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置 可能是由人摸得太多 就是大家發人難看到 拿著那兩條柱 我去過北九參觀 摸到那個黑色是掉了色 就是這是一個最佳的打卡位 或者我們到相團的時候都知道 通常拍照都是在那裡 那當然法官的位置 法官的位置都是很多人打卡的 近來 因為一會兒都會揭曉 很多套很出名的 跟法律相關的電影 近期都在我們這裡拍攝 這裡真的有一點問題可以問大家 這個我們二號法庭 大家對於法庭可能參觀過 或者看電視都看過 看電影都看過 你覺得我們這個前二號法庭裡面 是少了一個什麼的功能 或者是設置 或者是角色 有獎的 準備了同事 不過我準備了一些禮物 有沒有人想試一下猜猜 不知道字是不是太小了 譬如記者籍 犯人難 旁聽 秘書 法官 或者是陪審團 大家覺得少了什麼角色 或者少了一個什麼位置 試一下猜猜 沒理由少了法官的 不是法院 沒有陪審團的位置 給點掌聲 一說就中了 請同事信一信這本書給大家 真的沒有陪審團的位置 因為當時處理的案件比較簡單 可能是一些小型販毒的案件 或者是一些單車的違規使用 或者是一般農村的一些簡單的案件 雖然是一些簡單的 小型販毒的案件 或者是一些單車的違規使用 或者是一般農村的一些簡單案件 所以當時就不設有陪審席 不過近來其中一套 在我們拍攝的電影裡 就有陪審團 那當然就是電影製作的團隊 在我們批准下就後加上去 好啊 又有另一條問題 剛才各位先生答過 看看現場有沒有其他朋友想試試 回到1961年9月2日左右的時間 第一宗在我們新界裁判處審的案件 是什麼案件 以及罰了被告人多少錢呢 大家要留意是1961年 即是已經六十多年前了 有沒有人想嘗試 猜錯也有掌聲的 什麼案件以及罰了多少錢呢 這本書很漂亮的 這本書大家如果有時間去北區 喜歡一些文青郊遊 裡面有一些很漂亮的路線 建議給大家 還有它是很有心思的 裡面有一些立體的 就是一些裝置 就是展示建築的 有沒有人想試一下 什麼案件罰了多少錢 隨便猜中 或者近次一樣都有獎 偷雞 嗯? 偷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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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偷雞的 也不是偷東西的應該 是的 不過也很感謝你的嘗試 是的 什麼啊 偷雞 偷雞 算不算偷雞呢? 也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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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ony做法官大人 她幫我裁決誰答得對 或者答得近似 可以再嘗試 可以再嘗試 猜一個不適合也會再嘗試 我又不會猜兩個小時 不過大家都可以嘗試 或者猜一下銀碼罰了多少筆錢 一元就有些距離 都是雙位數的 十元就近一點了 可以再大膽多一點 好像拍了 十五也未到數 有沒有想再出多一口價的 二十就很近了 二十和三十之間 二十五 二十五 OK 但是全部都一起說了 沒辦法 我給二十和三十那兩位 好嗎? 好 結果就是二十五 我都開估了 其實是一個圍村藏毒案 應該是一個跟鴉片 有關的案件 一會兒詳細 有時間我請Emily 會後跟大家再分享多一點 不過最好當然不是今天分享 就是報我們道想團 去到時候跟大家講解 所以應該有一個罰得重一點 可能床的量多一點 就是七十五元 但是剛才近一點的就是二十五元 也罰了不少 對應就是二十五元吃到很多碗飯 原來當時五元一碗飯 五毫一碗飯 一元吃到兩碗 二十五元吃到五十碗叉燒飯 可能 所以都是一個 都不是非常小的一個案件 當年六十幾年前的法院 今天就成為我們 因為做很多學生和青年領袖的培訓 而其中一個就是跟演說演講相關 就一定是我們一些無以辯論 無以法庭 所以都是尤其是在暑假 或者假日 我們有一些法律相關的訓練 都會在那裡進行 這裡也很感謝 就是因為我們做了二十幾年的領袖培訓 過往有些舊生 現在都是巡視法律行業 也都清協和 Law Society 律師公會都有很緊密的合作 所以有時都有一些年輕律師 都會過來做我們的講者 或者訓練員 這裡也希望大家都支持香港電影工業的發展 我相信部分的影片 大家都有機會看過 無論是剛才提到 在我們實境當時是沒有陪審團 不過右上角那部戲 我想除了犯人的演技很好 正義回廣中的其中一個陪審團 都是很立體的 做得 所以這套在過去的金像獎 都有相當多提名的電影 左下角就是解釋為何 剛才說法官大人那位 那麼多人坐 因為在這套叫做毒蝕大狀 清協都很開心幫助香港的電影票房 破了這些紀錄 那麼 王子華 子華臣 他作為 未出來做回大狀之前 作為一個法官 叫做水官的時候 他就在我們這裡審案 所以電影裡面 前半段就在我們粉嶺這邊拍攝 後半段到他出來 就是打案的時候 就在現在另一個 將會開幕叫做 北九龍裁判法院那裏拍攝 那麼鼓勵大家 兩邊都去了 可以就著我們一些電影 很重要的場景 就可以打卡 那麼 年輕一點的線上 或者現場的朋友 可能都不太記得了 有一套叫做無間道 應該是無間道第二集 都是在我們這裡拍攝的 當時應該是 無以一個警署的場地 那麼中間那些 就是兩所電視台的 新近的節目都在我們這裡拍攝 那麼也都實際上 其實除了 剛才說的電影公司的拍攝 或者是電視的拍攝 我們都很支持 年輕人可以用到這個場地 做一些的拍攝 無論是YouTube 大家都可以搜尋一下 都有機會看到 有些YouTuber在我們這裡拍攝一些的節目 又或者 幾所的大專院校 大學都有他們的傳理 和電影學院 很多學生的畢業作品 其實都在我們這裡拍攝 那麼作為一個青年工作機構 我們都很支持年輕人 就是領袖是有很多不同的行業 和不同的發展方向 從事創意工業 電影工業 我們絕對非常支持 另外就是 一個法庭 我們就想 其實他還有什麼 可以被活化再利用的功能 當然其中一個都很相關 就是做演講和辯論 所以我們剛才 上一版Slide 看到的 其中一套電視劇集 它裡面就扮演一個場地 就是政府官員 應該沒有記載是財政司 開會 有郭俊安飾演的醫生 就就著醫改方案 跟他在這裡聊天 那個場地 無意的場地 現實上在我們這裡 就是一個數碼演說廳 數碼辯論廳 裡面因為都考慮到 我們很想做一些 Mock Debate 是好像立法會 或者是區議會 有議員在這裡辯論 表決 所以我們的系統 無論是發言的系統 點票的系統 都是參照 就是剛才說的 議會的一個設置 讓年輕人盡可能有一個真實的 我們經常都說經驗學習 或者在一個實境裡面學習 就是這樣的意思 近期 我們無論是大家在右上角 看到的 我們稱協有一套 青年議政節目 叫做傾盡全力 其實在同一個時空 正正現在在粉嶺 我們都在做傾盡全力節目的拍攝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邀請 立法會議員 或者是官員 就住一些社會議題 包括房屋 安老 金融發展等等 跟我們的年輕人 就有一些討論 左下角看到的就是 不同國家的旗幟 這個很典型 就是我們在說一些 無以聯合國活動 在我們這裡都可以進行 疫情期間這些活動 一般來說 我們也可以透過混合模式 在線上 和世界各地的年輕人 有更多的互動 右邊其實就是 我們之前都在這裡 舉辦我們稱協的 一個叫做英語演講比賽 已經是有20年的歷史 每年我們在這裡都會舉辦決賽的一個總決賽 之前當然經歷過很多回合的初賽 半準決賽等等 所以都是繼續利用 活化了的前一號法院 作為一些演講辯論的用途 希望將當時律師們 唇槍涉劍的那種紅變韜韜的精神 都可以附註在新的場地設施當中 好了 剛才提到 毒涉大狀水冠 在裡面灑太極的辦公室 辦公室現在又變成怎樣呢 就不是我的辦公室來的 就是給我們拍攝用途之餘 也可以定期擺放一些展覽 大家看到應該就是 上年年中左右 北區盟政專員 和一些地區研達 參與我們一個地區的展覽 不定期我們都有不同的展覽 對上的展覽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講北區一帶 接下來的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也有講北區 過往現在未來的鐵路發展 所以那個展覽的展題 沒有記錯 叫做軌動粉嶺 就是路軌的軌動粉嶺 剛才提到 法官以前專屬的一個走廊 陽光很通透 呼吸到北區新界清新的空氣 今天就變成為了 就是年輕男女拍攝婚紗照片 不需要去到歐洲 不需要乘搭船去長洲 是這個新界粉嶺 都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實際上無論是走廊 我們的正門 旁邊 很多地方都是拍照很漂亮的 所以再次 雖然很硬販 不過也希望大家 今天就有點問 下雨也不太漂亮 明天或之後 去到我們的現場 模仿紫華臣當日的動作 可以拍一輯美照 如果有未結婚 想拍婚紗照片的親友 可以介紹他去我們的場地 前裁判法院就沒有變成 我們今天清協領袖學院的會計部 事實上今天我們收費 很多時候都電子進行了 所以這個前繳費處 也都變成為一個活化之後 其實都繼續可以擺展覽 還有做一些保育囊 我們其中有個corner 都擺了是1960年代 在一些政府、法院 或者公營機構裡面 用到的一些工具 紙、原子筆、筆刨 以前的筆刨 現在都應該不用筆刨 因為都很少用原筆 或者通常都用原生筆 以前那些刨的原筆刨 我們都有保留在這裡 另外當然就是繳費處 尤其是當年是位處偏遠 在新界大西北 你要將那些罰款 返回中央 過去九龍或者港島 路途遙遠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個 從門深鎖 看上去都感覺到那種重量 深綠色、脈綠色的一個 應該是英國的一個牌子 雜保 一個牌子的隔慢 一重也不止 還有一個小隔慢 至於這個保險庫裡的小隔慢 其實在我們清協 拿到這個活化場地的那一刻 其實是鎖軌著的 開不了的 問回雜保也好像是開不了的 結果我們就 問一個香港的一些保險商 將一些隔慢的收藏家 一位伯伯 已經辛苦幫我們開了 開了之後 嘩 發現裡面 原來是沒有東西的 原來是沒有東西的 可能是有1960年代的空氣 在裡面都未定 都不要緊的 沒有東西可能更煩小一點 今天我們就變成了一個保育囊 歡迎公眾去參觀 剛才所說的一些展覽 或者我們用Leadership Training的場地 都在那裡 所以大家聽完之後 想到給我們一些建議 其實一個這麼漂亮的場地 在北區在粉嶺 除了做領袖培訓 或者剛才我們上述提過的功能 還可以怎樣多利用多善用 都很希望今天 藉著今天的交流 拿到大家多一點的意見 場壁那裡我沒有記錯 我們掛著應該是一些 尿陷圖 就是看回那個區域 當時60年70年等等 一直發展的進程是怎樣的 整個我們接收的 一個可以說建築群 裡面有一些建築 我們在考慮過的 建築狀況或者用途之後 其實是有拆卸 是改變它的用途的 這裏看到的地方 其實我們最終在收到之後 經過活化的討論過程 我們就拆卸了 不過取而代之 就成為了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領袖培訓 舊的法院 它成為了我們那個 叫做training block 就是一個培訓的中心 一般做領袖培訓 如果這麼遠的水路來到粉嶺 接著就走 我們覺得就有點浪費了 所以我們就 實際上的需要 我們想到其實有些 over night的training 就是過夜的 例如大家可能都參與 兩天一夜 三天兩夜 尤其是團隊建立的 那種士氣和歸屬 大家聚在一起 年輕人是更加好的 所以在旁邊 我們都建了一個 有80多個宿位的一個地方 當然青年人或者青年團體 我們優先給他們機會使用 但是公眾人士 個別的朋友們 如果想使用 也可以跟我們是遭用 那麼現在我們近來 因為疫情減退 我們都在做一些discount 那麼大家上去 我們官方網頁就可以留意 那麼除了住之外 我們通常兩天一夜 或者是不定期 都會有一些 包括住宿 包括一些工作坊 甚至乎已經有道賞的一些package 可以給大家一家大小去參與 還有不得不提 就是大家上去open rise 就會看到 在我們營舍下面 有一個coffee shop 整件事 我想我們看到 簡約古典建築 裡面很漂亮 很多打卡 不如我們連餐廳都i-g-able 都可以打卡 所以我們也找了一個 年輕人的coffee shop 有一個咖啡廳 它本身在元朗那邊 其實有另一間店 都是一些網紅店 也很同意在我們北區這邊 也開多一間 所以就成為了一間 叫做cohee的咖啡店 同事特別提到我 平日可能會容易找到位 但是星期六日一定要上去 剛才我提到O字頭的平台 就先預先拿到位 才確保來我們學院參觀 還有一個早餐 或者午餐 或者brunch 都有一個地方 可以留一張桌子給大家 它那個餐牌也很特別 它特別就著我們 大家未必看得很清楚 譬如它有冤枉 包青天 我沒有罪 就是用一些法庭 法律元素的字眼 去創作它的manual 所以都相當有特色 希望支持我們年輕人的創業項目 在我們的學院 就是法庭 剛才說的training block 保育了法庭的後面 其實現在是一個大草地 所以看到大家看到 有些回收了木頭的椅子 有時候我們可以做一些冥想 現在很流行一些wellness的活動 或者年輕人踩一下歌 甚至你在cohee買了咖啡 買了一個三文治 你不喜歡坐在餐廳裡面 喜歡出去草地坐下也可以 我自己剛剛有小朋友 我覺得帶嬰兒去玩一下 都是很好的一個地方 另外我們都有時跟一些團體 就是其他的NGO合作 譬如有些是親子共獨的活動 等等我們都會在那裡不定期進行 盡可能我們都希望可以多些 讓社區人士可以用得到 用得好這個地方 當然因為是一個領袖和青年培訓的場地 其實我們現在進行一些 最後的文書工作 希望今年較後的時間可以動工 就是會在那裡建建一些高空的城網 剛才提到過夜的縮營 就是做團隊訓練 如果多了這個場地設施 希望可以更加給年輕人 有一個好一點的訓練體驗 說了很多硬件或設施上的活化 再說多一點就是我們領袖學院現在有的服務 清協剛才最開初的題就是我們1960年成立 我們有12個核心服務 而當中包括了我們領袖發展 我想簡而言之 其實我們很希望香港的年輕人 其實他都是有足夠的心力和能力 去服務由他的學校社區 到香港國家和世界 看到的圖片裡面 這張照片也很有意思 其實是我們入學院之前 沒有這樣的場地 所以我們就用回清協自己的總部 就是在則如沖的另一個場地 香港的青年領袖 我們經常希望邀請海外的年輕人 跟他們來香港交流 我們未必可以讓每個年輕人都出去歐美 或者其他地方交流 但是反過來 我們將外國優秀的年輕人帶來香港 尤其是在暑假可以讓彼此交流 我記憶如果沒錯 金頭髮那位應該是來自比利時 一個很厲害的高中生 說到幾年前 右手邊戴眼鏡黑頭髮那位男子就更加厲害 他是來自新加坡的Darren 他是第一個華人 拿到世界英語演說冠軍 所以我們都不定期會請一些世界級的專家 來香港和年輕人有些的分享和交流 剛才所說的 外國的青年人我們都會邀請過來 因為如果要讓香港的年輕人 可能是足不足互 都可以認識國家和世界 我想年輕人之間的互動也都相當重要 簡單來說 在過去二十三年領袖培訓的歷程裡面 我們培訓了超過二十萬個青年領袖 都是曾經在我們舊有的領袖發展中心的場地 以及現在新的領袖學院裡面 接受過我們的培訓 和中學大學 甚至乎校長們 我們都有很緊密的合作 無論大家是不是來自學校 或者是家長 希望今天認識完之後 都可以鼓勵你的小朋友 你的子女 了解我們的一些領袖訓練 內容 合作的夥伴都相當多 有政府 有公營機構 有學校 有商界等等 不能盡錄 包括了內地和海外的機構 我們其實都很緊密的合作 甚至乎大家看到NUS 即是新加坡國立大學 我們和他在前幾年都簽署了一個合作備忘 就是每年經過清協領袖學院 挑選的不多於三個年輕人 可以拿到新加坡國立大學的 存額的獎學金 過去那邊 就供讀fulltime的碩士課程 這也是相當難得 也是外地 世界各地的朋友 對於清協 或者是香港的青年培育工作的一個高度的肯定 從一個階梯發展 我想沒有一個 今天大家看到的知名領袖 是一出生就能夠成為一個領袖 所以我們自己都相信 首先每一個年輕人 尤其是如果在高小或初中開始介入 開始做一些評估 讓他認識原來領袖培訓是甚麼一回事 然後從他的心態到能力到知識上一直培養 他都可以慢慢成為一個優秀的領袖 卓越的人才 不過到了最後 一個優秀領袖或卓越人才 一定不是他自己一個人就可以 所以我們很講求協助 collaborations 產生的影響 那個impact 尤其是在說社會影響 這裏順帶一提 大家看到左上角的一撇都很有意思 其實就是我們在說每一個年輕人 都能夠為香港未來添上一筆 那個顏色可以不同的 你可以在這裏看到的粉藍色 粉紅色也可以的 綠色 五眼綠色 色彩斑斓 你的專長可以不同的 你可以用藝術服務 你可以用你的專業 可能你是一個醫生律師 但是所謂的影響就是 每一個人 每一個青年領袖 覺得他可以影響 走在一起 然後嘗試創造更大的影響 這個就是我們做領袖培訓的 一個階梯也好 或者那個信念也好 至於我們不斷都在問 領袖培訓有什麼範疇 過去這幾年 我們特別再把它整合了 尤其是第一個 我們覺得在今天一個疫情 或者是疫後的世代 尤其是我們面對著很多 所謂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我們覺得青年領袖 或者不要說青年領袖 青年人很需要有抗疫的能力 抗疫應變的能力 所以 resilient 這個是我們領袖培訓很重要的一環 服務營就不需要多說 剛才也說 一個領袖的階梯去到最終 不是你一個人的優秀 而是怎樣帶領你關心的群 是一個人體 由一個社區到一個國家 甚至世界 是有正面的改變 所以領袖 我們很相信 你是要服務的 你要去serve 甚至乎 英文的某些譯法 服務營領就是serve leadership 好像一個謙卑的博人 我將自己 擺在三角形的底部 我嘗試服務廣大的群眾 可持續發展 也相信是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世界上我們會聽到 聯合國有17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配合我們學院本身是一個 活化建築的場地 我想都有少少可持續的元素 這個也是相當有一個關聯性 最後呢 就是說領袖不是一個人厲害的 不是一個人什麼都可以做 所以溝通協助 communications and collaboration 都是我們做領袖培訓 很相信的一個環節 那麼 在法院裡面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也都 我想這裡 同事準備的power point很適合 不只是法院本身 社區 到處走出去 譬如 走過去可能五分鐘的路程 有一個很漂亮 很典型的 叫做長華村的屋邨 再遠一點 可能周邊有不同的 其他的歷史建築 所以無論是從服務的對象 在一個屋邨裡面 自然可能你會想 長者 基層的朋友 需要功課輔導的小學生 剛才說很多歷史建築 我們有很多的道上的服務 其實 凡此種種 都是我們用來訓練年輕人的 學習的場景 而不是局限於 領袖學院的場地 那個硬件本身 那 訓練的對象 剛才說到 我們認為介入的最好的時間 是高小初中 但是一直到大學 即清 甚至乎有些公司 都找我們培訓年輕的員工 其實我們稱協都 意不容辭 都是覺得 和我們領袖培訓的理念相關 和社區的連結 北區以我所知 笼統包括了 粉嶺 上水 打鼓嶺 和沙頭角等地 都是一個很大 也很富有 歷史文化 穩美的地方 包括現場 我們有Emily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文化保育大使 有不同年紀的文化保育大使 這個我想也很相信 做青年的工作 其實應該要讓青年人 認識不同的社群 和不同的年齡層 所以那個誇代的事情 我們都相當重視 亦都包括了 來聽盜賞團很多的朋友 其實都有一些長者 我想在過程裏面 都讓年輕人可以 尤其是在今天 我們叫做老齡化的社會 多些關心長者 多些面對面去到 輔助或者跟他們溝通 那個輔助 可能反過來 我們都從長者裏面 有學習都未定 我相信 甚至乎在盜賞的過程裏面 哪怕可能那個導賞員 年輕的準備了很多 不過可能遇對那個長者 可能五、六十年前 在北區住過的 專程回來這裡 從遊舊地 其實從他身上 又可能學習到一些 口述歷史 或者當時的一些人物故事 所以互相交流 互相學習都很重要 這裡都說到 我們會培訓導賞員 我們也會舉辦 導賞團和一些公眾活動 讓大家參與 看到那個圖片 其實已經說 我們是走了出去的 應該是附近 粉嶺圍 或者一些圍村的地方 我們的年輕人 帶的導賞團 不單是在學院裡面 也會在學院周邊的社區裡面發生 裡面是有導賞服務的 也都承諾了 每個星期我們都會有 所以大家線上現場的朋友 說得及 說得及 插個QR Code 就可以拿到一個去 如果不是 你上網搜尋 青年領袖學院 其實都可以找到 相關的資料 和報名的方法 過往我們都和 地區的團體合作 尤其是很多地區人士 譬如一些圍村的村長 村民的支持 當然也都在我們做這些 導賞團之前 其實有一些的訓練 甚至乎有些的團 是和他們一起合辦的 我們疫情後 剛剛叫做復常 所以接下來的一些 有特色的 探索社區的導賞團 希望在下半年可以重啟 拍攝 剛才都可能 這個不是拍攝 這個是一個導賞 先看一下 是我們文化博大使 他們曾經拍過一些 講地區導賞團的片段 讓大家看看 聽了我講 這麼久都有點悶 看看年輕人的創作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參加 粉麗圍導賞團 我們是香港青年 協會領袖學院的 文化博大使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將會帶大家 走入粉麗圍 粉麗圍是 新界五大家族 之一彭氏家族的 鑄聚居地 至今依然保留著 古式古香的歷史建築 以及傳統的文化習俗 是相當值得保留的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入粉麗圍 好 我們現在來到粉麗圍 首先要去的景點 就是彭氏古堡 至今已經有六七八年歷史 圍牆的上層就是炮流和炮孔 原本圍牆上面的紅溝已經不在 只剩下圍門 樓門和兩個碉堡 大家可以猜猜 樓上的三粒白色圓點 是有甚麼意思呢 其實三粒白色圓點 是一個風水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得出 其實圍村人都比較迷信 所以就會有這些風水的設計和特色 在這些建築物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後面的風水池塘 其實早在彭氏古堡興建的時候 村民已經開始挖掘這個風水池塘 在以前這個池塘 就是會被村民用來灌溉救火的用途 現在就會在堂裡養了一些福壽魚和龜 就是有這個吉祥的寓意 最後我們就來到三聖宮了 三聖宮是三級歷史建築 它建於清朝雍正湖年 其實三聖所指的是 筆帝、文昌帝和關帝 它亦都是彭氏的寫廟 在開燈儀式或者太平洪朝等祭祀活動的時候 村民就會邀請廟內的三聖 到圍前雜見的神壇接受供奉 今天我們的行程就來到這裡了 其實圍村還有很多傳統的文化雜族 是值得我們去發掘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不妨留意多一點 我覺得要借大家的掌聲給我們年青人 雖然他們今天不在 對了 找他們來說就好 講得好過我這麼多 亦都試想像他們背後做了很多的準備 真的帶了這樣的導賞團 還要做拍攝 還要後製的VO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我們香港的年青人 其實是很有創意和很有能力的 再看看 這個剛剛也有約略提過 就是我們在學院的場地裡面 甚至乎有時候我們會out reach 就是在其他的社區 政府部門都會邀請我們做一些展覽 這裏大家所見的就是我剛才提到 在今年年頭和去年年中開始 就是為期大概半年一個叫做鬼洞粉嶺的展覽 整個拆展的過程其實都是由我們文化大使一手包辦的 就是做一些資料的考證 當然 子彈背後也有港鐵公司的支持 所以就用一些藝術方式去展現過去 現在未來的鐵路發展 甚至乎整個北區將來將會成為一個叫做 北部都會區的一個未來的景況 這個開放日已經說是兩年之前 接下來我們都會再做的 也都希望可以有這樣的能力再做多些 大家看到就是二一年頭的時間 我們一個叫做下一站粉嶺 其實也是希望讓年青人第一 有一個的參與機會 包括了道賞員 包括了在我們的學院裡面 有些workshop 都可以請一些年青導師去帶領 甚至乎大家看到中間的圖片 有一些市集的擺攤 一般在九龍的場地會比較常見 就是年青人的週末市集 但是在新界尤其是去到北區粉嶺 就真的不多 我想我們當時做的都算是一個 比較有規模的一個青年的市集 裡面賣的都是一些手工藝 年青人自己做 還有一些有可持續元素的產品 接下來都希望可以做多一些主題 如果舉辦的時候 也都希望可以到時看到大家 另一段 就是講回兩年之前 我們開放日的短片 看片比聽我說 我們多看一段片 明信 會 稍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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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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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後我要說的應該就是這麼多 所以很感謝大家今天聽我說了這麼久 將時間或者交給主持 好嗎?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鍾先生今天這麼精彩的演講 現在就進入問答環節 有興趣提問的現場觀眾 就可以歡迎舉手發問 我們的同事就會大麥克風給大家 而在線上看Zoom直播的朋友 也可以透過他的問答功能來舉手發問 鍾先生 其實我看到網上也有人問 究竟青年協會領袖學院的入學資格是什麼 還有出路大概會是怎樣 好的 多謝網上的這位朋友提問 我正在看你的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否在看 我是在看 我看不到你的 不過我希望你是在看我 我們不是一個所謂 學校來的 不是中學或者大學 入學資格 如果我分開兩個情況去說 一般的領袖訓練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高小 初中的同學 一般來說 就算不是學校推薦 可能是家長看到 或者你自己看到有適合的課程 其實你都可以自行報名 所以相關的一些短期的課程 或者體驗的活動 其實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 活動的主題 一般就是環繞著我剛才提過的幾點 抗疫的領導 溝通協助的能力 可持續發展 或者服務的精神 至於剛才 PowerPoint Slide 最後那幾版 都有提到一些比較重要的計劃 譬如香港200領袖計劃 就真的需要學校的提名 當然我們在這些計劃裏面 除了學校的提名 或者某一個年級 甚至乎有領袖崗位 我們慢慢都建立了一些自戰的方式 剛才的《香港200》作為例子 就是他既有校長推薦的部分 但是其實他都有年輕人 只要你是適齡中四至中六 你在學校可能有一定的一些初步領袖崗位 但是你其實很想 很認同我們的理念 你願意為香港的 其實你都可以報名 挑戰一下自己 嘗試一下可不可以獲取六 而且鍾先生 我看到網上也有人 對於那個機樓室也有興趣 因為剛剛的PowerPoint 應該有說 就是有一間是保留了 另外三間可能是做了一些 打遊戲或者其他遊戲 訓練這個團隊協作 我看到保留了那間 其實也有展示了一些物品出來 有朋友就想知道上面其實是展示了一些什麼物品 因為可能看到剛才的PowerPoint 上面也展示了一些的 我試一下找不找到 不過又這麼說 那個展示的物品可能是期間限定的 就是當時我們做開放日 可能擺了一些 會不會是擺了一些什麼 手環 就是綁著犯人的東西 或者擺了一些打卡用的牌 以我所知 現時我們裡面就沒有特別擺一些 真的跟他當時用途的物品 打卡的用品是有繼續擺在那裡的 所以歡迎大家去那裡打卡 另外那三個機樓室 不好意思我找不到那張圖 不過都不要緊 都不要緊 另外那三個活化了的房間 就是正如我剛才所說 是拿來做開會的用途 或者是有些特定的活動的用途 不過他不會就這樣一般借給大家 拿來打機用的 他是你參與我們一些團隊訓練 而是用到那個活動 就是用遊戲的方式 去做一些團隊協作 或者解難才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最近 譬如網上問問題的 是有年輕人的話 而你最近是一個DSC的考生 就是我們最近這些場地 其實都是開放給應界的考生 是可以借用的 就是等如果你是在附近住 而家裡沒有一個適合的自修的場地 學院的某些位置 我們都開放給年輕人 可以拿來溫習用 所以希望都會回應到他的問題 中三我也看到有些朋友想知道 那個應該是因為 領袖學院也會有些計劃 是跟地區作為一個連結 都扮了不少團 例如盜賞團 例如參觀小店 那會不會有其他方向 可能是傳統手工藝 或者其他的路線 是會有這樣的規劃的安排 是的 我這個真的反過來想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的 一來我們作為一個青年服務機構 我想創意是很重要的 剛才所說的很多的 就是我們接收到那個項目本身 我們知道我們是要做一個導賞的活動 但是一開始最初坦白說 可能都是在想在那個法院本身而已 大家慢慢看到譬如 我們有粉嶺圍的導賞 我們地區的小店去聯和區 如果我沒有記錯 有些名物的 譬如是雞腿包 譬如是這個腸粉 椰子的沙冰 很多美食 就是你聽我說 可能不是很吸引 但是你去到跟我們盜賞團 原來北區粉嶺 有古蹟體 有野食 甚至乎 我一直都不知道 原來和合石都在附近的 我們曾經試過 跟一些生命教育的團體合作 不如就做一個 生死教育的導賞團 去和合石看看 也是另一個可能性 所以你問我 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我沒有既定想法 但是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議 就告訴我 就是手工藝和區 有什麼連結 而年輕人 或者我們導賞員 可以幫到說 其實很好 甚至乎 如果一些手工藝品 可以在我們的市集 賣 也都相當好 所以這些 我完全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當然 我們想了一個很好的行程 其實都需要有足夠的文化導賞大使 所以如果提問的朋友 無論你十多年紀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想法 甚至乎有些好的路線介紹 就過來找我們談 我也都歡迎你 可以成為我們文化導賞大使之一 中三學 看到網上也有觀眾朋友 都想了解那些活動 會不會是有個Mixed Age Group 就是可以給多些年齡層的朋友參與 就是他都可能在這方面想了解多些 好 如果是我們開放給公眾 包括導賞活動 基本上我們就沒有特別的年齡限制 沒有的 我們的導賞員有不同年紀 我們聽導賞員的朋友 固然也可以來自不同年紀 至於當然你說領袖培訓的活動 我們主要是面向青年 所以高小以上的朋友 你覺得適合的活動 只要你在上面看到 對應你那個年齡段 其實都可以報名 好 我想今天的問答環節 就差不多在這裡結束了 都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如果未能夠解答到你的問題 就敬請見諒 最後都想請大家做一次熱烈的掌聲 多謝我們今天的講者鍾偉廉先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聽了這麼久 希望接著可以在粉嶺見到大家 我們下一次的講座 就將會在下星期六 即五月二十日舉行 主題是 《粉嶺聯和區的歷史與發展》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多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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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